花开花落自有识, 缘去缘来总有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嫣嫣, 你看这男模帅吗? 好姐妹甩给我一张照片, 帅, 瞧着小脸, 小妖, 真不愧是干那行的, 结果下一刻, 我女儿就挽着照片里的男人走到我面前, 我以为我的眼神出问题了, 可真的一模一样, 连眼角的痣都在一个位置, 世界上不会有如此相似的人, 妈, 这是季峰, 我跟你说过的, 就他说的那个车行老板, 现在的男模业务都这么广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微笑道, 这小伙看着真俊俏, 妈都想赶紧抱个漂亮娃娃了, 季峰却往我这个破地下室看了一圈, 脸上没一丝一样, 阿姨, 没想到您这么快就认可我了, 这婚肯定是要结的, 过几日我就上门来提亲的, 瞧着一脸的坚定, 还跟我挽起了反客为主, 妈, 我都说我眼光不错吧, 曲棉这傻妮子, 现在还一副恋爱中的小女人的模样, 我实在是没眼看, 实话实说吧, 阿姨家, 这条件你也看到了, 曲棉又是单亲, 阿姨不是开公司的吗, 这就忍不住了, 阿姨的公司最近出了点事,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喜欢曲棉什么, 我想阿姨误会了, 我和棉棉大学就认识了, 我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她一把搂住曲棉, 很是认真的对我说, 更何况我也能养活绵绵, 妈, 你就别为难季风了, 对, 阿姨, 我们是真心相爱, 真心个头, 被人卖了还在那帮人数前, 两人你弄我一, 我一拍桌子, 那实在是太好了, 先让妈看看日子, 季风你也别过几天了, 择日不如撞日, 妈, 我认定季风了, 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了, 那这事就这样定了, 她与季风食指相扣, 语气十分坚定, 我忍住心中的怒火, 这男到底给她灌来什么迷魂药, 这才刚领上门, 这就要谈婚论嫁了, 阿姨, 您放心, 我会对曲棉好的, 好一辈子的, 放什么心, 放心看着你把我家女儿拐走, 我知道, 季风是他们业内有点名气的男模, 现在似乎是做不成了, 因为之前的疫情, 导致现在行情不好, 不如棒妇婆来得痛快, 棒我, 毕竟只能解决一时需求, 还是人傻钱多的小姑娘来得好, 直接一步到位, 后半生都有保障了, 以我平时给曲棉的那些限量款衣服包包, 虽然看上去足够低调, 但像季风这类混过圈子的人都知道, 这是个有钱姑娘, 是个高端的猎人, 不过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以我姑娘那石头牛都拉不回的倔脾气, 我怎么劝, 估计也不管用,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脸上绽放出笑容, 这可太妙了, 妈妈我就等着看你们结婚, 等着抱大孙子呢, 而且呀, 季风也很不错, 很合我的意, 不过, 妈妈不得不说, 咱家其实已经公司倒闭了, 不是出了一点事情, 我画风一转, 拿出压在桌子下的欠条, 然后拉开房门, 他俩看着这白纸黑字的欠条, 和空荡荡的房间, 面面相去, 季风爱, 你看这破地下室, 真是让你见笑了, 不过, 你们都到了谈婚论嫁这个的地步, 这是迟早也会知道, 我也瞒不住的, 我索性就说了, 我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说着, 这一结婚, 也给妈妈冲冲洗, 季风可能察言观色久了, 惊得跟个狐狸一样, 依旧是寒情默默, 将曲棉揽在怀里, 信誓旦旦道, 阿姨, 我不都说了吗? 我有能力养活绵绵的, 等绵绵嫁过来了, 您家的事自然也是我的事, 我会帮您的, 这话可把他怀里的绵绵感动坏了, 两只眼都是泪汪汪的, 可听进我的耳朵里, 就变了味, 像是在说他人何钱都要, 我也不是歧视男模, 可这圈子太乱了, 他的过往和经历告诉我, 他正在布置一场, 以欺瞒为先, 获取利益的恋爱陷阱, 应当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到的那些个视频照片, 他玩得可花了, 什么富婆, 什么男人都有, 看得我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妈, 季风他本来也有钱, 也不会贪图咱家的财产, 妈, 你别试探他, 他开始也不知道, 这傻姑娘又过来拉住我的手撒娇, 这姑娘很少撒娇, 如今为了男人还要求起我来了, 再说妈妈, 你怎么会破产呢, 对啊, 阿姨, 你的公司可是本事最大的公司, 还说不图钱, 这一张口就是我公司, 直接放大招吧, 我说道, 妈当然祝福你们两个, 但妈妈的公司是真的倒闭了, 话音刚落, 就有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敲着门, 那模样像是讨债的厉鬼, 不对, 他们就是讨债的, 领头的那个花壁大哥, 后面跟几个飙行大汉, 他扯着公鸭嗓, 大声嚷嚷道, 曲燕, 你欠的钱上个月说这个月还, 你再不还, 这利息, 别又拿公司倒闭了的理由来搪唾我, 这大哥演技不错, 加鸡腿, 曲燕那见过这场面, 当即被吓得瑟瑟发抖, 躲到了季风的身后, 妈, 这是, 怎么回事, 妈都说了, 咱家没钱了, 之前投的那个项目, 你妈我赌错了, 结果前段时间行情直线下降, 亏损了好几个亿, 你妈只能拿公司和房子去底了, 妈, 曲燕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大哥, 阿姨上个月欠的钱, 我来还, 这小子气势很拽, 拽得让花壁大哥一把揪住季风的衣领, 你还, 就你, 一个黄毛小子, 结果这季风真拿出一张卡, 这是十万, 大哥先拿去垫着, 这么大方, 看来道横不浅, 花壁大哥拿起卡仔细看了一遍, 没再说话, 伸手放开了季风, 花壁大哥前脚刚走, 后脚催租的人又上了门, 小妹啊, 你这地下室的租金今天该交了吧, 妈, 你现在连几千都交不起了吗, 我面露南色, 点了点头, 扒拉着空空如也的口袋, 曲棉强撑着镇静, 帮我交了钱, 这人一走光, 曲棉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 抽抽搭搭个不停, 完了, 我妈竟然会破产, 在她眼里, 估计妈妈就是天, 我心里一阵发酸, 绵绵, 妈毕竟不是超人, 妈也有失败的时候,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是不会睡大街的, 我还有地下室, 再说不是还有季风吗, 我相信我们能东山再起, 我抬眼看向季风, 对吧, 我的准女婿, 对啊, 绵绵, 还有我呢, 季风那俊俏的脸上, 竟是温柔的神情, 看人的眼神, 都能一出水来, 我在心里翻着白眼, 不愧是干那行的, 瞧着小白脸, 这哄人的手段, 我看着都迷糊, 别说这不安适适的小姑娘了, 不过也难得有季风, 这样的好男人, 你们干脆过几天就领证好了, 我看了黄历, 过三天日子挺好的, 刚好冲冲洗, 妈, 这不好吧, 咱家都这样了, 这么草率, 这姑娘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绵绵啊, 就你赚那几个工资, 咱家现在又是这副德行, 你好不容易遇上个真爱, 我一副泪眼婆娑的样子, 妈只想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着你有个好归宿, 阿姨, 您看, 刚刚都有催债的过来, 你们先避避这风头, 缓缓这事, 季风语气柔和, 听上去十分为我和曲棉着想, 再说, 我也是才知道, 您家原先这么有钱, 现在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瞧瞧这话, 说得那叫一个滴水不漏, 那就再添一把火, 也好, 不能毁了你们的婚礼, 的确是还有些事没弄好, 而且呀, 这一天天催债的电话, 跟催命一样, 待会还要去公司收拾一下, 可惜那司机我也没钱发工资了, 只能让人走了, 哎, 我长叹一声, 满脸颓然, 我送您吧, 阿姨,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让这小子看看, 趁早死了这条心, 她还挺有钱的, 这车还是保时节, 不知道攀上过几个富婆, 车里很香, 混杂着女人的脂粉味, 这车应该载过不少女人, 我看着女儿娇美的侧颜, 看着她与季风有说有笑, 只觉得内心涌起酸楚, 不知道当真相被戳破时, 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她遇人不疏, 我很心疼, 却又怕偏激的方法伤害到了她, 只能陪她演戏, 让她真正感受, 才能有所成长, 车是季风在开, 但她的目光总有意无意地往我这边看, 怕我提前布置, 车子驶入市中心, 这里可是出了名的寸土寸金, 临次至笔的建筑让人应接不暇, 穿着精致的都市丽人来回穿梭, 我在季风的脸上看到了一闪而过的陶醉与贪婪, 但只有一瞬间, 她隐藏得很好, 曲棉脸上的表情十分丰富, 从惊恶到难过, 原本略显拥挤的宫位, 此时空荡荡的房间的, 电脑设备也摆放得乱七八糟的, 就连宝洁都收拾着东西往外走, 妈, 这可如何是好, 没事, 不都说了妈会东山再起, 可这要多久啊, 我想办法再打份工, 把那钱尽量想办法还上, 我心里舒服了一大劫, 这姑娘还有点良心, 季风却不说话了, 脸色有些泛青, 但还是抚摸着曲棉的头发, 不停地安慰着,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小烟爱, 又有人来催债了, 周姨急匆匆地过来, 公司不是抵出去了吗, 怎么还有, 我一个没站稳, 直接跌倒在地上, 周姨赶紧过来扶我, 只有再把那最后几处的房子给买了, 这可使不得, 那可是留给绵绵的嫁妆啊, 周姨, 我现在就剩下这些了吗, 这么大的公司就要没了吗, 我带着哭腔, 这边季风和绵绵还要结婚, 这可如何是好啊, 阿姨, 您先别着急, 这几日先缓缓, 等我再想想办法, 季风的脸色越发难看, 却还是在安慰, 看来, 她信了, 不不不, 季风, 这婚一定是要结的, 毕竟你也说, 看上的是我家绵绵, 不是阿姨这公司, 现在这是回到了从前, 对, 季风, 你说的话一定要做数, 曲棉抱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曲棉, 我会的, 话虽这样说, 但她的眼神, 却在我的脸上来回流连, 似乎要从我身上找出破绽, 哦, 对了, 妈还有东西要给你们, 季风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亮了起来, 我暗笑, 忍不住了, 妈, 是什么, 曲棉眼里也生起了一丝希望, 看着那些卷轴, 估计以为是名画, 不是, 是妈妈创业时期写的立志明, 现在要时刻提醒自己, 也提醒你们小年轻, 这, 季风不说话了, 两人的脸色很是灰败, 尤其是季风, 绵绵, 季风是你大学同学, 对啊, 妈, 她是登山社的旅友, 我们一起爬过几次山, 那天山上下了暴雨, 多亏了她陪我, 我才平安无事, 她说她很早就喜欢我了, 看着这姑娘单纯的神情, 我就气打步一处, 还爬山, 还上大学, 还当男模, 这不纯纯时间管理大师吗, 把小姑娘耍得团团转, 从登山社下手, 就说明目的不单纯, 能参加这种耗钱的户外活动, 那个不有钱, 而且她家里条件应该挺好的, 她经常出国, 出国, 捞钱去吧, 这姑娘果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不让这孩子吃点亏, 以后家里的产业真要葬送在她手里, 于是我当场表演了一个喜极而泣, 那妈妈真是为你感到高兴, 你说这样好的人可不要好好抓住, 你看, 今天也到了日子, 是不是也要打个电话给她, 妈, 曲棉满脸娇羞, 结果电话那边是嘟嘟的盲音, 等到民政局都下班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 里面有个陌生坚立的女生, 是曲棉吗? 我是季风的妈妈, 想和你见一面, 这口气听着不像是征求意见, 反倒是命令,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这餐厅很高级, 店长朝我示意, 把我引进了包厢, 包厢里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厚厚的脂粉, 但还是难以掩饰脸上的皱纹, 另一只风鱼的手上带了不少首饰, 金银堆砌, 身上的衣服似乎是LV的最新款, 但并不适合她, 显得不伦不类, 大写的一个, 俗, 字, 也难怪生出这样的儿子, 身边还坐着个满身名牌的年轻女人, 看着有那么几分眼熟, 我微笑着打着招呼, 你是季风的妈妈, 咱们可是亲家呀, 亲家, 季风今天才跟我说你家破产了, 住在那个破地下室, 是想拖累我们季风, 哟, 这不是被我爸抛弃的屈总吗? 一旁的年轻女人突然说话, 这一开口就是浓浓的一股茶味, 真是冤家路窄, 这不是我那天杀的前夫出轨生下的女儿吗? 戴慧,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没等戴慧开口, 季风妈妈就一脸得意地说, 她可是戴家的千金, 可比你这破产的强多了, 我刚刚喝的茶差点没吐出来, 真是都一个德性,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那戴家什么样的? 我可太清楚了, 我喝了一口茶, 笑道, 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和你妈还好吧? 戴慧眉毛微挑, 很是不屑地道, 阿姨, 管好你自己吧, 我日子现在可滋润了, 你是戴慧, 曲棉认出了她, 你什么东西都要抢, 抢,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你也配得上季风, 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千金, 你妈可是已经破产了, 就睡那小破地下室, 现在的你和我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知道我儿子抢手, 但也不会随便让不三不四的人进我家, 曲棉是吧, 就你这身上穿的这不到几百块钱的地摊货, 根本不配进我们家, 慧慧穿的可都名牌, 说完, 她竟然甩给我几千块, 带着钱滚, 我将钱直接砸回去, 阿呸, 咱这是二十一世纪, 收回你那套老旧的思想, 曲棉咱们走, 曲棉, 阿姨等等, 季风不知道从那里钻了出来, 挡在我们面前, 猝不及防地单膝跪地, 柔情似水地望向曲棉, 她手里, 那没钻戒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曲棉, 我喜欢你, 嫁给我吧,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她这一举动, 把在场的人都看蒙了, 包括我, 这是演的那一出, 将棘法, 我干脆将计就计, 赶紧说, 没想到季风这样申请, 看来这庆家是咱们是必须要做了, 只可惜, 带慧小姐一片痴心付给了错的人, 而且呀, 这债务都是我这个大人的事, 不会连累你们小两口, 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给你们带孩子, 曲棉感动坏了, 在季风的脸颊边亲了一下, 那甜蜜劲, 酸得很, 他刚要伸手拿戒指, 却被戴慧一把打落, 戒指一下滚落在我的脚边, 看着好像有那么几颗拉, 这小子来真的, 曲棉, 就你也配, 一个单亲, 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白日做梦, 待会气急败坏, 我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 真是够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让你爸管好下半身吧, 外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小四小五小六, 还有曲棉单亲,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你和你妈心里没点数吗? 戴慧被戳到痛处, 捂着通红的脸,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季风挡在曲棉的面前, 认真的说道, 妈, 戴慧, 我认定了曲棉, 他妈妈气急了, 指着他骂骂咧咧,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真是白养了你, 阿峰, 谢谢你, 曲棉扑进了他怀里, 很是感动, 他也不嫌弃, 轻柔地为她示泪, 他一脸蓝色地望向我, 眼神里的意思是让我为了曲棉忍耐, 我无可奈何, 只能提出告辞,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我还需要再确认, 再有些证据, 我还是破费坐飞机去了我姐妹说的地方, 酒吧里的灯光迷离且迎飞, 美好的肉体在我眼前晃悠, 我随意点了一个白镜看上去挺舒服的年轻男模, 开了一个包间, 把他带了进去, 他脸上挂着无可挑剔的笑容, 捏着我的肩, 姐, 还可以吧? 嗯, 不错, 我舒服地仰起了头, 摸了摸他细软的发丝, 你们干这行, 应该赚挺多的吧? 姐, 说哪里话, 还不是看人吗? 是吗? 我顺手将几百美金塞进他衬衣边的皮带里, 我问你, 姐, 你说, 见了钱, 他的态度又好了些? 小乖, 你们这里有这个人吗? 我滑到季峰的照片, 之前老点他, 最近没看到, 男人仔细看了一眼, 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是麦森, 好像挺火的, 挺多像姐这样的专门点他, 他赚了不少, 不过这行是吃青春饭, 他最近好像调了个富二代小姐, 据说快要结婚了, 后半辈子不愁了, 我听着, 后槽牙都要被我咬碎了, 竟然把我女儿当大冤种, 是个怎样的千金, 麦哥可高兴了, 说是个单亲家庭, 就一个女儿, 听说身价过亿, 这样啊, 那他还真是好福气, 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没再说话, 男人见我没说话, 顺势拉开衣服, 露出里面优美的线条, 我对此并无兴趣, 扯住了他的衣领, 小乖, 今天姐没兴致, 陪姐喝一杯, 好, 她似乎早已习惯了客人古怪的要求, 听话地穿好了衣服, 真买了一杯酒, 酒精反而让我很是清醒, 这个季风有两把刷子, 不过, 姜还是老的辣, 回国调整了几天, 我想起要换个房子, 为了显得低调一点, 我直接骑电瓶车, 去了本市最好的小区, 我心仪那里的别墅很久, 公司换了地方, 买到这里也非常方便, 售楼部的人逼里啪啦地给我介绍了一大堆, 我不耐烦地把手一挥, 全款买了几套, 这房子这么贵, 不行, 我要娶你, 要给最好的给你, 是曲棉的声音, 他和季风在这看房, 幸好我早有准备, 直接拿起一旁的扫把, 扫到他们面前, 阿姨这是, 季风脸色很难看,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弄点钱给你们补个订婚宴, 阿姨, 我准备在这买个房子, 就当是彩礼, 你看, 房子当彩礼, 真是会算计, 还是拿钱吧, 我话一出口, 季风的脸色更难看了, 阿姨, 我爸最近动了手术, 你看, 妈, 季风他最近家里出了事, 又刚付了房子首付, 这婚还没结, 算盘就打得这样想, 行, 你俩明天订婚吧, 这是要有个仪式, 我扯了扯嘴角, 看这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 这种场合我怎么会不邀请季风妈妈和代会呢, 代会今日卯足了劲, 下了车, 又让人给他化了妆, 十分隆重, 他亲热地挽着季风妈妈的手, 俨然他才是今天的主角, 旁边的人向季风的妈妈调侃道, 恭喜啊, 这是儿媳, 季风妈妈一听笑开了花, 可不是吗, 这是代事集团的千金, 我的准儿媳, 真好, 周围人恭为道, 季风妈妈听了这话, 十分巨傲地往我这边看过来, 这是哪来的香巴佬, 香巴佬, 人家可厉害了, 代会找到了宣泄口, 代会, 你少说两句, 季风出场了, 他今天打扮的人母狗样, 一身西装革履越过人海, 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 牵着屈眠的手宣布, 这是我的未婚妻, 屈眠, 也是我们今日宴会的主角, 这么懂事, 直接官宣,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屈眠这个傻孩子, 彻底恋爱脑上头了, 小脸上满是幸福的红韵, 季风, 你是打算扶贫, 季风的妈妈不合时宜地 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 周围几个认识我的人, 脸上的神色各异, 这不是屈总吗, 他破产了, 听说好像是, 现在直接驻地下室了, 准备让女儿掉金龟婿翻身, 嘖嘖, 不愧是总裁, 佩服佩服, 季风却拉着屈眠的手, 笑了起来, 各位, 屈眠是我认定的人, 说话也要看我三分薄面, 屈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直接哭了出来, 众人唏嘘不已, 季风牵着屈眠的手, 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之前合作过的赵总过来和我寒暄, 你这女婿挺不错的, 我看行, 你开玩笑吧, 你真破产了, 赵总笑得很是耐人寻味, 怎么可能, 我瞥了一眼快要把脸憋青的季风妈妈, 听完了一曲, 赵总突然说, 你家姑娘呢, 我一转头, 发现屈眠和季风全都不见了踪迹, 连她妈妈也不见了, 他们去那了, 我记得这家餐厅还有一层, 专门用来做包厢, 我心里隐隐不安, 往上走, 有一个包厢显得格外的安静, 安静到诡异, 门微微打开, 昏暗的灯光下, 屈眠的裙摆搭了在地上, 门一直遮掩着, 我心急如焚, 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想到季风是南魔, 我心里就涌起无数个恐怖的念头, 不会玩仙人跳吧, 我直接打电话给大唐经理, 让他立刻弄来一份服务员的衣服, 我直接换上, 正要敲门而入, 里面却传来说话声, 怎么样, 我演技不错吧, 我一愣, 这是季风妈妈的声音, 妈, 真有你的, 这是一成, 咱们直接可以共享荣华富贵了, 我顿时感觉全身上下都开始冒鸡皮疙瘩, 真是恶心给他妈妈开门, 恶心到家了, 季风粘稠的声音继续萦绕在我耳边, 这些千金小姐都是傻子, 那个戴慧应该不知道他爸爸还喜欢男人吧, 我可捞了不少好处, 我听了这话, 差点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 原来都被骗了, 那可不, 得亏儿子你这样包装, 多像个富家少爷, 也难怪这些千金小姐前仆后继, 接下来怎么搞, 这妮子被我灌醉了, 干脆等会开间房, 生米煮成熟饭, 这去家也不好拒绝了, 装什么破产, 那个老女人, 还以为我不知道, 季风的妈妈似乎很意外, 不敢相信, 她不是破产了吗? 你不是之前想和戴慧吗? 妈还那样费尽心思和她搞好关系, 戴慧可比不了屈眠, 大家都快要被屈家收购了, 屈眠吗? 据我了解, 她性子倔, 越不让干啥就要干, 我让妈这样, 无非就是为了刺激她, 你看, 她现在多爱我, 她家绝对不可能破产, 我之前弄上的富婆和她认识, 她亲口告诉我的, 再说我上次还碰见她在买房子, 那个经理我问了, 说她一下买了三套, 我只要搞定屈眠那个凶大无脑的蠢女人就行, 妈, 你就等着做富家千金的太太吧, 我整个人都如遭雷劈, 我已经无法有语言来形容她的 所作所为, 幸好我早做准备, 提前录了音, 也真是够恶心的, 天天对着些这样愚蠢的女人, 到时候婚一结, 咱想个方子, 要了他们的命, 财产不都是我们的, 还是儿子, 你有办法, 我感觉我要气得把门给踹开, 我低估她了, 她什么都要, 我让经理多叫几个人过来, 我一副服务员的模样, 先进去把门打开, 你好, 先生, 您这边点的酒水, 拿进来, 季风散漫的声音传来, 我将酒水放在桌上, 我把冒盐压得极低, 刻意勾着背, 她根本看不清我的脸, 她大概得意忘形了, 一杯酒饮下, 摇摇晃晃地晕倒了, 还没等季风妈妈反应过来这么回事, 她就被我带来的人压制住, 任凭她大喊大叫, 也无济于事, 我让人拖着这两人往下走, 两人丑态尽险, 众人奇怪的目光汇聚而来,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让他们社会性死亡, 带会一张脸上满是惊异的神色, 指着我破口大骂起来, 你干什么, 怎么随便绑人, 你失心疯了吗, 季风听到喧闹声, 要笑也过了, 恍恍惚惚地醒过来了, 她挣扎着, 此时还保持着那镇静的模样,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我也不废话,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放出了那段录音, 音量被调得很大, 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急剧有穿透力, 季风,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上个大学, 留过学, 你的业务怕不是调富婆, 卖身吧, 疏读到朱身上去了, 她这次不再说话了, 脸上维持着最开始的镇静, 不, 不是, 你作假, 你这份录音能说明什么, 她的眼光开始到处扫视, 看到了角落里的曲棉, 像见到了救星, 那张俊脸, 此时也开始变得面部可憎起来, 绵绵, 相信我, 我爱的是你, 别听你妈妈的, 对, 绵绵, 季风不是这样的人, 阿姨接受你了, 季风的妈妈这下脸, 绵绵, 都叫上了, 她也配, 我刚刚让赵总帮忙照顾曲棉, 又给喂了醒酒汤, 她刚醒过来, 听到我放的录音, 整个人还处在震惊与被欺骗的痛苦之中, 看都没看季风一眼, 闭上你的嘴, 真是不见棺材不累, 我带着寒意的目光盯着季风, 拿起舞台上的话筒, 今天的订婚宴改成戏台, 欢迎大家看戏, 事先准备好的照片和聊天记录, 被我做成了PPT放在屏幕上逐针播放, 真实到做不了价, 上面是季风作为男模, 与各色女子亲热不堪入目的照片, 甚至还有男人, 众人一脸吃瓜的模样, 十分震惊, 我一边滑动着屏幕上的图片, 一边盯向季风, 她大惊失色, 你在干什么, 屁的都是屁的, 屁的, 你是不是叫麦森, 你今年已经三十一了, 我直接扔出她的护照和证件照, 季风, 哦不, 我应该叫你麦森, 我只有两句话送给你, 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还是那句常在河边走那有不识邪的, 你这么喜欢钱, 就用这种方法, 真叫人恶心, 她还想要争辩, 但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 周围人讽刺的目光向她袭来, 我的天, 原来是干那行的, 长得倒是人母狗样, 可不是, 幸好屈总看出来了, 她此时那里还有半分平日里镇静的模样, 露出了她本来那副畏畏缩缩的模样, 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瘫倒在地上, 她妈妈见儿子受了委屈, 趁大家注意力都在这边的时候, 咬了保安一口, 批命挣脱开来, 你个贱女人, 我儿子就是厉害, 一丘之河, 老娘我这么多年驰骋商场, 可不是吃素的, 我一伸脚, 她就被我绊倒在地上, 摔了个四仰八叉, 活像一个王八, 也难怪你能生出这样的儿子, 一样的狗眼看人低, 你把别人当傻子, 别人只会觉得你们是蠢货, 喜欢钱可以, 谁不喜欢, 但是要用正图, 戴慧皱着眉头, 还是不愿承认自己眼瞎, 依旧倔强地道, 一个没钱的女人, 她已经相信了, 还在维持最后的体面, 屈总, 您怎么来了, 也不说我们一生, 我们好接待, 成叔, 您怎么来了, 戴家这边还想和餐厅合作, 推销他家的装潢, 他立刻变了脸色, 成叔根本没有拿正眼看他, 而是毕恭毕敬地看向我, 屈总, 要去休息会吗? 屈总, 他不是破产了吗? 破产, 怎么可能, 屈总前不久才投了钱进来, 他就是这家餐厅的实际负责人, 公司最近换了地方, 屈总今年的公司的股票值又涨了不少, 那来得破产, 戴小姐是不是听了什么谣言? 什么? 戴慧张着嘴, 说不出一句完整多话来, 你不是, 破产了? 妈, 这也不能怪他, 为了假戏真做, 我放出了风声, 他极度心作祟, 信了也是正常, 戴慧, 请你仔细擦亮, 看看你认得准婆婆和准丈夫, 他脸气地发青, 吐不出一个字, 屈眠看完了全过程, 出乎意料地没落一滴眼泪, 最后走到季峰的面前, 摘下那个钢带上的戒指, 直接砸在他的脸上, 季峰, 就当我眼瞎了, 你好自为之, 说完, 他一脚踢开了季峰拉着他一脚的手, 漂亮啊, 我心中暗喜, 慧慧, 你信我吗? 季峰又去拉扯带慧, 我要让他彻底断了念想, 果真, 我那个前夫来给我送人头了, 他今天一身黑西装, 却戴个极其骚包的领带, 他大概还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了我, 笑了起来, 哟, 这不前妻吗? 这眼下, 这个狗男人在这主动把刀子递给我, 往我这里送人头,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还有脸给我打招呼, 现在是男女都通吃, 真是厉害了, 当初他就是一个富二代, 家里有钱, 自己一无是处, 玩女人倒是一把好手, 我被他这幅皮囊迷得神魂颠倒, 上了这贼船, 结婚没两天就各种出轨, 结果公司全靠我一个人经营, 在我孕期出轨, 让带会他妈妈怀上孩子, 这都是他干的肮脏事, 可从前是我高攀他, 我拿他没办法, 但现在不同, 他风流的性子在圈里人尽皆知, 不知道给多少男人戴了绿帽, 他家现在又大不如从前, 很多人都盯着这块肥肉, 准备把他吞并, 你不要以为有代价,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之前在公司干的那些破事, 有人保你, 现在可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我公司, 那些贪污, 竞标出现的低级失误, 以及现在与其他公司合作出尔反尔的操作, 够你死好多次了, 还有, 你和那些女星模特的花边新闻, 也够我买了一大笔钱了, 真是谢谢你了, 我的好前夫, 之前离婚, 就给我留下那个破烂公司, 现在你的公司, 也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我现在还给你, 你说什么, 你在放屁, 他恼羞成怒, 嘴里开始骂起脏话, 行了行了, 东西我已经交给警察了, 就算你能出来, 也是一无所有, 代家早就被你掏空了, 你只有出没有进, 你, 他顿时惊住了, 他这个人极好面子, 这会已经不敢再说出一个字了, 待会差点晕过去, 爸,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他估计已经是万念俱灰了, 季风也没办法再去攀附谁了, 我摆了白手, 拉着屈眠离开, 心中是无尽的畅快, 妈, 对不起, 屈眠扑在我怀里痛哭, 我相信这姑娘吃了一亏, 总要长一致, 我抚摸着她因悲伤不断起伏的脊背, 安慰到, 还有回头路, 及时止损, 季风竟然还有脸过来找屈眠, 巴巴地跑到公司说要见屈眠, 你来了, 绵绵, 对不起, 屈眠没理她, 一巴掌干脆利落地扇到她的脸上, 结束了, 你不值得我废话, 还有别叫我绵绵, 怪恶心的, 几天不见, 她整个人就好像一下子凭空老了许多, 这种人太可悲了, 虚荣和懒惰刻在她的骨子里, 终生也无法改变, 她心里的阴暗面太大了, 想要的太多, 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最后也回不了正途, 就只能从幻境中跌落出来,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过, 和我有什么关系, 李叔, 把她拖出去, 我看着她颓废地被人拉走, 拍了拍屈眠的肩, 走, 和妈去公司, 男人有的是, 我抬眼看向晴空, 阴雨过后, 日子会越来越明朗,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就, 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